一把种子打开通往国际市场的大门 从今年开始往后出口点快 这个时候常常都来做牛棒 一根牛棒让产业链条多向延展 一般这个吃法的很多都提许喜欢吃 这个牛棒是爱二级的 千茶最好的一点 全年的出口量在一万九万点左右吧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山东蓝陵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节目 我是天孝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山东省临仪市的兰陵县 此时此刻正是兰陵当地的一种重要的特产 牛棒开始收获的时候 每年到了这个时间 可以说牛棒从收获到生产到加工到上市销售 每个环节上的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忙碌 那说到兰陵当地产的牛棒 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因为正是因为它才有了兰陵当地 现在繁荣的牛棒产业 那各位 我们今天的节目 这就开始 今天就开始采收了是吧 今天开始采收了 因为天气原因的转移时间收 天气原因有什么影响呢 收获这个牛棒 有啊 它因为是大狗种植的 像种山药一样 它的深度都在一米到一米二深 所以说如果要下雨的话呢 它这狗里存了水 这个牛棒就会浮来 我看这一个多层起头有鱼 就等于没有雨的时候 咱们就开始下地去开始干活吧 对对对 怎么都是人工下去干的 几处呢就是说我人工采 在远处呢都是用那个机器设备采的 哦 也有机器设备采 有自动化的 等于是你现在是混着两种方式呗 对对对 人工也采 机器也采是吧 对 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 因为这块的面积不大 面积小 这是不到笼地 所以这机器设备的操作呢 也不方便 所以人工采数呢 也要方便一些 张新谦说 每年收获牛棒时 要根据天气 种植地形等原因 采取人工加机器相结合的收获方式 如此才能保证 每一根牛棒出土后的品质 牛棒要用的就是下面的根吧 对对对 这是主要是用的这个根 牛棒的根部 你看 这有一个 这锅这个 还有人给递一个 这是刚刚从地里头挖出来的 你看 这么大个 多大 这一个 这一个如果才不挖出来 你看 又来一个 你看这一个 只要你站在这个地里头 随时随地都有人给你递过来一根牛棒 这个你看 都有四五斤 三四斤重 这一根四五斤 对 你看 长得有点像这个山药是吧 就是类似山药 类似山药 对 那么它在地里头也是这样竖着长的 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打钩的时候打了一米了身 这有的牛棒都长得一米了还短 这个身多 那像咱们手里拿这几根 哪一根算是这个牛棒品相最好的 应该是这个 这根品相最好 对 这就应该就是在 这个六点五到三点五的比较好 你这卖的牛棒都是出口啊 应该是在百分之五十出口吧 五十的关键价格销售 出口到哪几个国家 主要是人民其他国家就少一些了 这一根 这一根大概怎么卖呢 这一根啊 这一根啊 这一根就是一般就在 千千年能卖到四千块钱 左右一吨 三千七八 像这样的品相的 这样的品相的 四千块钱左右一吨 对 那这样的话就说两块钱一年 你这一个 这一个牛棒就卖十块钱 每一根牛棒能卖上什么样的价格 要从直径 长度 以及重量三个方面来衡量 而张欣天每年出产的牛棒品相良好 则是得益于目前他使用的牛棒种子 这牛棒的叶子看上去特别大个是吧 对对对 都是大 这么大 你看看 来来来 你看 就感觉像一个菩萨一样是吧 是是是 然后你要是站在这个地边上的话呢 就感觉像站在荷花池塘旁边一样 叶子为什么能长这么大个 这是太空牛棒种子 太空牛棒种子 这不是太空的种子呢 就长得这么大 能长多大不是太空的种子 应该小三分之一 比这再小一圈 小一圈 那太空牛棒是个什么意思呢 太空牛棒就是 谁中十一号带到太空去 带了33天 回来以后呢 在这里进行育种 育种呢 开始育种的牛棒又粗又大 七八一圈一个 长得比较还漂亮 但是缺点呢 就是缩根太多 生产加工受到影响 缩根太多 为什么生产加工就会受到影响呢 它也不扔到根子 背了这个七八一圈那个大牛棒 最后呢那么多小鸡 都像手指这么粗 是不是 太浪费了 后来呢 用了这个牛棒再繁殖的种子 好了就减少了 比如说七八十了 现在呢就非常理想了 以前呢都是靠整口种子 后来呢 再说自己繁殖种子 又有了航天种子 现在可以说 不要靠整口种子了 张欣谦目前所种的牛棒 大部分是由当年 上过太空的种子培育而来 在经历了进口种子 自培育种子和太空种子 三个阶段后 目前它的合作社 每年出产的牛棒 性状稳定 品质良好 现在就可以把外面的皮扒一扒 就可以吃了是吧 我尝尝 我也像你一样 我尝尝 口感真不错 如果不是这个太空酒吧 它就没有那么甜 我觉得特别清脆的一个口感 这个做菜吃 这叫做哪 土壤 种子 管理 经验等多重因素 才有了现今张欣谦手里 一根又一根的优质牛棒 然而 今年已经七十多岁的他告诉我们 牛棒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的这条路 他已经走了将近四十年 八百年我在人民市场发现了牛棒 我说你割一把种子 我试试看 这把种子回来 我找了一小块钱 也就是三分地 六分地的吧 嗯 我就找钱钱挖 就把它种上来 嗯 种上以后 当年种上以后 哇 张氏到秋天 非常好 嗯 当年种得非常好 当年就迎来了很多咖啡 嗯 台湾的 日本的 嗯 就很多来参观看 看这个牛棒 嗯 那通过看牛棒 还出现了其他好的消息 嗯 那牛棒呢可以了 那人家开始往后 哎呀 就是一件 这个种植面积多好一件 嗯 出口点快啊 这个时候强着头来走牛棒 从一把种子开始 时至今日 张欣谦的合作社 牛棒种植面积已达两千三百多亩 亩产达七千斤左右 每逢收获季 将牛棒从地里收获后 当天的工作还并没有结束 从天前收获的牛棒收获了以后 啊 最新的这个预冷 预冷是什么目的呢 预冷一个是防止它这个腐烂 啊 这个高维收的牛棒 实际上让它这个温度高了腐烂 啊 变质 啊 预冷一个呢 通过这样收获呢 它这个超湿了 成熟的时候呢 你一拖掉的就干净了 你在这儿预冷之后要干什么事 预冷以后你看 那马上就开始 到这个环节了 对 将牛棒预冷冲洗后 就要进入牛棒的分级环节 你一共要有七个级别 七个级别 对 哪七个级别 七个 这个是这个 三耳 两耳了 耿了 两眼目 两眼目 S SS SS级就是那个细的 最细的 最细的 是按照粗细来分出来级别是吗 对对对 3L级的支极拿到多少 就是3.5到4 3.5厘米到4厘米的劲儿 就是3L级的 对对对 那你像最小最细的这级别 2S级的 S级的就0.81都有 0.8厘米到1厘米左右的 对对对 哦 明白了 那片肥盐一点 这里再肥盐一下 1 4 理解 2 2 4 如果有客戟的话每天都会有出货吗 不是的 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出货量要少一些 一般出货量最多的时候 就是在盛战载之前 邮里面之前 春节期间 这三个时间比较多一些 新鲜牛棒也是 出货这块也有 在内地也有 每年卖出去的新鲜牛棒 占你每年的产量 大概能占到多少百分比 百分之六十 剩下的百分之四十 剩下的百分之四十呢 由我们这个企业高深加工 比如说免施力 这个成品加工 圆兵 肥跳 免跳 简兵 麦头等的这些免费生用 这一块能占到百分之四十 这些变化 味道可以 我觉得吃起来的 如果要是配一个主食 会特别下饭的一个感觉 像这牛蒡小菜 这下卖多少钱 35 10包 10包35 对 我看你产品挺多 这边还有这个牛蒡茶 特别特别多 你看 生加工产品 每年销售额能有多少钱 销售额在360万到400万上 就是这些生加工的产品 对对对 那你每年不是还出售 这个新鲜的牛蒡吗 新鲜的牛蒡 每年出售出去的 销售额有多少钱 生产牛蒡 这个出售量 都加近5000吨 嗯 销售额达到1600多万 自上世纪80年代 张新鲜将牛蒡 引入国内之后 兰陵当地的牛蒡种植面积 已达十余万亩 同时 很多当地人 也在牛蒡产业的不同领域 获得了收益 本地人杨秀凤 便经营着一家牛蒡加工厂 我给你看一下 拿一根看看 你看看 它清洗得特别干净 清洗到这种程度 就算是比较好的了 对 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切片 您这个现在要加工的是什么产品呀 牛蒡片状的茶 就要把它切到这样的一片一片的 对 有规格的要求吗 这个牛蒡是二级的 最好的 就是切茶最好的一点 要切多厚啊 两毫米 两毫米 两毫米左右 对 算是比较标准的吧 对 那我想问问您 做这个牛蒡茶 为什么把它切片呢 把它切丝呢 根据客户的需求 这个客户要骗上的 我们就切骗上的 这个客户要调上的 我们就切调上的 牛蒡茶是杨秀凤的加工厂 每年此时主要的牛蒡加工产品 而网络直播 则是它的牛蒡产品 一条重要的销售途径 今天主要推荐的是什么产品 对 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讲的 是这款牛蒡丝 每天大概这个直播 销售情况怎么样 我们现在一天的话 也就在一万到两万之间 您每年生产的 这些深加工的产品 需要用到的牛蒡的总量 大概有多少 六七百吨吧 六七百吨 每年整个的深加工的产品 销售额有多少钱 一千多吧 一千多万 而本地人杨美强 每年此时除了牛蒡的收货 及加工工作 更要忙于牛蒡的大宗出口事宜 一个大的集装箱 装满能装多少货啊 能装25吨吧 25吨牛蒡 对 这集装箱 您现在要是装货的话 需要往哪发呢 往日本 往日本 那您这儿出的这个牛蒡 主要是出口吗 还是说内销呢 主要是出口 主要出口 出往哪几个国家 日本 泰国 还有那个越南 有别于张新谦 每年固定的销售时间 装车发货 则是杨美强全年的工作常态 而能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他在整个蓝铃 拥有数一数二的冷库规模 这两块儿 对 这边的是成品库 这边成品库啊 这一个库的话存满能存多少牛蒡 700多吨吧 这能不能拿下来一个 可以可以 这么沉呢 这算是异性 顶上有 这算是相装的 相装的 能打开看看吧 可以可以 那不是就破坏你的包装了吗 没事没事 有这种相装的是吧 对 还是相装的 这全是已经加工好的牛蒡 加工好的 那您加工到 就加工到这种程度 对对对 你往外卖也是这种状态 对对对 像这一箱的话是多少斤 10公斤 10公斤 对 一箱大概合多少钱 一箱的话30多块钱吧 为什么您自己要建 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冷库呢 我这边吧 有一定的客户员 最起码我们吧 给客户备好 就是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的货 你要加入要少了 你客户多嘛 必须给他们固定的 给他们备好货 给民 expectancy Że是至少吗 你尽管 她现在转的 不得了 谁 这卖 转的 我给就是 看到 请 上 一万斤左右吧 产值有多少钱 产值的话就是在六百多万美金 除了身价工产品 入菜做美食 也是牛蚌的一种主要用途 兰陵当地的很多餐馆 都以经营牛蚌美食为主 本地人张守军经营的餐馆 便是其中之一 这个是牛蚌切成的片 对对对 这个呢 蒜蓉牛蚌 这个 里面是牛蚌 外面包的五花肉 听说您这个饭店 好像做的这个 跟牛蚌有关的菜 还是挺多种的 挺多种 大概有多少种 大概有十 一二十种吧 一二十种 能拿牛蚌做的菜一二十种 这一二十种菜 都是您自己研发吗 对对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这个饭店开始做 跟牛蚌有关的菜 大概零 这么做的 一般这个吃法的很多都挺喜欢吃的 如果还有一个人 你不喜欢吃饭店 我不是要吃饭店 我不是要吃饭店 别这么吃饭店 但是我现在来 不想吃饭店 还是要吃饭店 就会吃饭店 你别乱七五花肉 所以我 鲜蚌 我们在身上 要吃饭店 还是要吃饭店 我它一定要饭店 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也并不复杂 在猪肉馅中加入切碎的粉条 少许盐 适量面粉 抓匀后再加入切好的牛棒丝 充分搅匀后将其捏挤成形 下入油锅 待其变色便可出锅 尝一个 听这个声音 你看 咬开之后呢 其实里边这肉馅我觉得还挺足的 它这个肉的香味 再加上这牛棒 它有一种清香的味道 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 感觉特别好 关键是吃上去之后呢 特别脆的一个口感 好吃 尝这个凉拌的这个牛棒丝 你这个丝 还是要再感慨一下 切得真细 多少年到工了 二十来年了 二十多年到工了 尝尝 特别清凉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尤其在夏天 我就吃上去之后 感觉 其实自己好像是凉快下来了 对对 好吃 像这两道菜 每天的话 或者说是 每个月大概能卖出去多少份 一天大概十多份吧 这个凉拌的牛棒丝 能卖十几份 这个牛棒丸子呢 牛棒丸子也差不多吧 一般七八份五六份 一年平均下来 大概有多少钱营油 一年当然也有一百多块 我还原吗 是 一年 我还原本则 第一个人 是 你 在我本身 开始 我